前台积电员工筹组诈骗集团 5年来非法吸睛高达65亿 监警调查发现 这个是以灵性主贤为首的诈骗集团 以放贷中小企业为名 向投资者诈骗 谎称可以赚取高额利息 年息高达12% 陆续招揽了4000多人投资 其中还不罚台积电的前同事 但是这些不罚所得 全部都被他拿来享乐 包括了买七期豪宅 名称金品 监警日前发动搜索 将主贤代步 同时收押几件 没问题 监警大动作出动 50多名干员前往七期豪宅搜索 屋内当场发现好几捆的现金 因为数量太大 还得动用点钞机才能清点完成 总共1200万元的现金 其中身穿黑衣的这名男子 就是吸睛集团首脑 灵性男子不仅住豪宅 还买了五部进口车 轮流代步 出门背的是名牌包 多款样式 极尽奢华 但花的全都是被害人的血汗钱 已经投资了五年 金额是三千多万 整个家族真的都投蛮多的 就几千万投不掉 灵性首脑曾经是前台积电的员工 离职后在台中设立不动产公司 对外吸睛 宣称放贷给有资金需求的中小企业 每月赚取百分之四点五的利息 吸引投资者 保证每月稳定获利 年息高达百分之十二 但就像是老鼠会 其实所谓的高额获利 就是来自后来的投资者 林庆被告经检察官训后 认为罪嫌重大 且有逃亡 篡证及灭证之余 远向法院申请积押过准 林庆主席布法吸睛 高达六十五亿 受害者超过四千人 警察官向法官申请积押过准 同时查扣名下境 以一元不动产 记者中部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